这段视频前不久很火 都说是球状闪电 普通网友这么说其实没什么 但是我看到好几个挂着气象天文名头的科普博主 也跟着打惊小怪的 这个我就忍不了了 专业素养没有了 我不是气象专业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一个电脑特效啊 跟大家说说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视频一开始这个球把后边的树和地都照亮 之后的过程它一直都把地照亮 说明它是可以照亮周围的景物的 但是到了这儿它依然能照亮地 但是照不亮旁边的电线杆子 注意它从这两柱子之间穿过去了 但是却没有照亮它们 最后它来到这边的树林也是一直没照亮这些树 然后就及时把脸的爆炸了 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光球旁边 一直有那么一两个小光球跟着 这个是特效制作者想模仿的一种鬼影现象 我们相机手机拍一个特别亮的东西 往往就会在旁边出现这种小光斑 它是光线在镜头里边反射造成的 有一类UFO目击事件就是 我肉眼看的是正常景物 但是我拿手机相机一拍照 发现照片上多了一个UFO 这种事很多都是鬼影现象 你像这就是19年10月 在武汉拍到的所谓UFO 其实就是右下角那个大路灯的鬼影 判断它是不是鬼影 我在微博上说过 就是把照片上最亮的那个点 跟鬼影连线 线段的中心点 就是整个照片的中心 那么它就是鬼影 知道这个我们再看这个视频 这个作者他明显是想模仿 这个鬼影现象 但是注意到了这之后 这个球状闪电还往前走 这个鬼影却停在这的几秒 然后又赶紧紧跑两步去追这个光半截 这就不老的像话了 证明这不是真实的拍摄 还有人说球状闪电碰到铁轨 应该直接入地 这个我因为不了解真实的球状闪电 所以我也不敢根据这个来定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样的视频在外访 实在是很多 在油管上一搜一大把 都是网友拿电脑做的 真正的球状闪电呢 是有 但是非常难捕捉到 目前最靠谱的记录 是2014年 中国科学家在青海的一次雷暴中 无意中拍下的球状闪电 还分析出了它的光谱 他们说啊 这个当时有一个闪电 直接劈到了地上 闪电的末端出现了一个球 只持续了1.6秒就消失了 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不清楚 如果球状闪电过铁轨的那段视频是真的 那绝对是世界级的大发现 但是这个概率是极小的 那么过铁轨这个视频是哪来的呢 最早啊是这个人发布在油管上 叫Andrey 反正是一白俄罗斯人 他在19年5月就发布了这个视频 而且在标题最后还著名了CGI 就是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 电脑生成动画 后来这个视频火了之后 这大哥又在网上声明 他说这个视频是我刚学习计算机图形的时候做的 所以在这一块和那一块有很多的错误 如果有人用心的看 这些错误是很明显的 最后他还损人 说只要你不在学校里学物理 你的生活就会充满了魔法和奇迹 这哥们挺逗 我喜欢 而且他视频专辑里的其他视频 也都是电脑动画 所以跟我一开始的判断符合 球形闪电过铁路的视频 就是一个很稚嫩的新手级别的电脑动画 简单完毕 最后再黄你们一下 1 007 3 000 3 000 5 0 5 007 4 000 3 000